你得云社就是在欺负人 派个小辈来就是看不起人 这说的便是张云雷西安风神一战 平西王先入官者为王 力不适之功才可封王 那年的西安 张云雷率队前去 自此获封平西王 至于为什么要派张云雷前去 16年的德云社20年大庆 100多场大型商演 3000多场小剧场演出 让这个团体涌现了一批又一批 有票房号召力的小角 除岳云鹏之外 张云雷可以说是被提及最多的相声演员 17年的张云雷全面开花 成为了商演的新贵 给粉丝赐名二奶奶 不管是少帅出征还是德云三宝 有她出现必定满坑满谷 粉丝送礼物就跟进货似的 同年德云社为了扩大影响力 派出了三个演出队 跨年这一天云鹤九三科以及国德纲 于谦分别坐镇北京广州山西以及西安 其中张云雷带队前往西安这一战 这一战注定难打 西安本土有苗复带领的清取社 12月31号这一天恰逢清取社十周年电庆 苗复王胜亲自带队邀请了相声界多名前辈助阵 社内所有人大张旗鼓胜券在握 同时愤愤不平发表了文章开头的那几句话 张云雷坠楼后刚刚一年 全身的伤带队寥寥几人 与此同时演出的时间地点可谓是火上浇油 曲江国际会展中心苗复七点半开场 张云雷八点开场 前后相差半小时 一个在二楼一个在三楼 苗复仿佛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 所有人都等着德云社大败而归 那天之前媒体是这样报道 张云雷德云社一个三流相声演员 郭德纲的弃子 然而当天演出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夜幕降临大幕拉开 张云雷身临其境感受着空气中的战役 此次带队西安并不是简单的演出而已 西安是郭德纲的伤心之地 苗复素来与郭德纲交恶 2013年德云分社在西安落户 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内 郭德纲余谦带队回到北京西安分社 因不明原因不了了之 张云雷在12月31号晚上的表演 在很多人眼中就是打擂台 他不慌不忙 不紧不慢上台站定 上报师父的教会之恩 中报粉丝的一路追随 下报多年苦学之功 这一天绿海铺在了曲江国际会馆 而另一边所有人傻眼了 声势浩荡却反响平平 在12月31号这一天 张云雷横扫千军大获全胜 自此一战封神 粉丝开玩笑称他为平溪王 时隔两年张云雷再次征战西安 郭德纲发问之迟 自此他带着亲自打下的江山 受郭德纲封平溪王侯 然而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人 杨九郎 平溪王侯的称号 有他一半的功劳 虽然他出事跟我没关系 但是如果那时候我在 我一定不会让他出事 杨九郎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眶寒泪 莫上人如玉 君子是无双 这个谦谦君子在18年爆红了 在2019年张云雷的生日专场上 杨九郎和张云雷 合唱一首歌泪流满面 这一天是杨九郎第一次 在工作中迎来腊月初期 也是第一次和2700人 热热闹闹的庆祝腊月初期 腊月初期张小辫的生日 张云雷生日专场在北展举行 张小辫一身实装没穿大褂 九郎穿着一袭大褂站在台上 二人合唱了一首听不到 就在张小辫感谢观众的时候 九郎偷偷背过身擦了他眼泪 台下观众大喊九郎不哭 此时的张小辫才回头 看到九郎的眼泪 伸手给抹了去 生日前他发表了自己的单曲 特别多的好事都堆在了一块 我们俩唱完拥抱那么一下 眼泪一下自己就涌上来了 差一点就不能以这种形式 出现在舞台上了 一路走来张云雷经历多少 杨九郎最深知 当从清水河畔到洛平川 到如今看绿海奇聚赫生辰 九郎喜极而泣 2019张云雷迎来了全面的爆红 和九郎之间的关系 有点类似于大林子壮壮 张云雷开了个人工作室 与此同时也专攻唱歌方面 再看九郎依然是一名相声演员 似乎一切都在暗示着分离 二人合体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少 五一天津分社开业 那天是时隔三百多天 二人的首次合体 更是坐实了猜想 德云坊间一直有美谈 当年2019年生日宴 九郎一席大褂 将自己的角送到了更大的舞台上 今年自家团宗迎来收官 师傅给每个人写了一个扇面 送给杨九郎的扇面上写着 花看半开 从第一季的红泥小火炉 到第二季的花看半开 师傅其实希望杨九郎可以一直红下去 这一对组合你们喜欢吗